中国与厄瓜多尔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民间交流也在增多 8号厄瓜多尔相关部门和南方航空合作 开展厄瓜多尔玫瑰照耀尼超越天际的旅程活动 向从广州出发的南航女乘客赠出了过万只厄瓜多尔玫瑰 办理登机的女乘客受到厄瓜多尔玫瑰十分惊喜 厄瓜多尔玫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玫瑰花 可涨到1米8 花头有棒球大小 在中国进口玫瑰市场占有率超过6成5 2016年厄瓜多尔出口到中国的花卉 按年比就增加了近8成5 两国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现实是厄瓜多尔和中国历史上关系最好的阶段 现两国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我们也正努力地加深两国之间的友情 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三大贸易伙伴 两国关系日益密切 双边投资持续增加 中国在厄成建水电等基建项目 厄瓜多尔也对中国出口多种农产品 而厄瓜多尔从2006年3月开始对中国游客免签 富厄旅游持续升温 南方航空表示 即将开通首条拉美航线 以满足市场升级的需求 4月10号开始开通到墨西哥的航线 这也是我们第一条到拉美的航线 那么未来我们也在考虑能够开辟更多的 去往中美洲南美洲国家的航线 但因为航程距离比较远 所以我们现在也还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南航已经连续两年 与厄瓜多尔出口与投资促进局合作 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 风环卫视张沪吴之城 广州报道